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她的心里有蓝图 她的时间不错误 一步一步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继续收看我们宣教语文化这一系列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到一个 谈到宣教语文化当中可能目前是最热门的题目之一 如果你对这个题目有兴趣 而且对宣教语文化常常会涉猎一些刊物或者书籍的话 这个题目大概你总是会看到 就谈到宗教的处境化问题 当然处境化这个字的翻译有不同的翻译法 有人翻译为处境化 有人翻译为情境化 英文叫做contextualization context是指什么呢 context是指一个大环境 contextualization就是说 你这个福音的信息怎么样能够落实在一个当地的处境跟文化当中 当然这个名词是比较新的名词 也不可否认 大概这个名词出现到现在不过三十年而已 比较早一点的时候 我们用了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本土化 我们常常提到 这是好像今天政治上常常提到本土化本土化 在基督教的神学界里面 本土化这个名词大概 我注意到大概最近的这 知道十几年 可能二十年左右 已经几乎不再出现了 换下说处境化这个名词 已经逐渐地取代了本土化这个名词了 因为神学的本土化或者本色化 有些用本色化这个名字 强调的是这个福音信息怎么样 用原来的文化的表达方式去表达出来 所以本色化的部分或者本土化 强调的是文化方面的 这个表达 比如说用的词句了观念了等等 处境化 它是一个比较广的 因为这个context这个字呢 本身的意思是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环境 所以因此处境化 神学处境化 或者说福音处境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福音的信息 这个神学的观念 这个宗教信仰 在本土的里面 除了透过文化方面的表达以外 也考虑到它的政治 社会的大环境 也就是说 这个信仰必须反映出 对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的 各种问题的回应是什么 因此神学或者这个宗教信仰 或者福音的处境化 乃是在于 这个福音信息 跟当地的群众 无论是政治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文化的思考模式 中间发生一个 有机性的一个互动关系 这叫做神学处境化 那这个在谈到 宣教与文化的时候 成为一个热门题目 就是因为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而且这个名词出现的时候 大概在1972年前后 70年代初期 而且当时在 这个普世教协 WCC 这个基督教团体 他们在研究 这个宣教问题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那有趣的是 你了解 这一个小组 最后提出 这个处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这个名词的概念 那个小组里面的成员 带头的人 是台湾的神学家 叫做黄章辉 那么这位 他原来也做过 台湾神学院的院长 那这位黄博士 或者说黄院长 他本人呢 他是这个小组 那小组还有很有名的成员 就是南非的 后来得诺贝尔奖 和平奖的这个TUTU 那么他们成立一个小组 会研究结果 他们决定建议 用处境化来取代 本色化或本土化 这个名词 他觉得神学的信仰 应该反映出政治 跟经济社会的问题 那么当然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的优点 跟他的缺点 都在这一个提出的 这个目的上 表达出来了 他的优点是反映说 福音除了反映出 文化上的特质以外 福音也必须反映出 社会政治经济 种种的现象 你必须对这个有回应 否则难道这个福音 是好像是远离人间 不食人间烟火吗 可是也因为他强调 政治经济社会的问题 一个危险就在于说 福音会不会过分地 迁就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也就是说 有一个张力的问题 福音信仰到底跟现实的 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如何 这又回到最早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 尼布尔的五种模式 就是基督与文化的关系 它两个是完全结合呢 完全的分立呢 还是在这个之上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那因此在当时提出 这个观念的那个小组 以及那个所谓的普世教学 WCC这个群体 WCC这个团体 是一个一般来讲 神学上我们称它为 比较有自由派色彩的 在中国教会称它为新派 甚至叫不信派 那么自由派色彩的 一个教会的组合 在WCC的里面 当他提出这个的时候 很自然而然的 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 所谓修徒徒做见证的时候 强调政治的经济的 社会的一个回应 多过于 好像从圣经的角度 从个人灵魂的解救 从个人罪恶的解决找手的 所以他们处理的罪恶问题 是社会的罪 而不是个人的罪 他们要解决的是 社会问题 而不是个人的永恒问题 那这个来讲 是神学立场的差异 对圣经解释的差异 所以一开始 当WCC提出 处境化这个名词的时候 在福音派的教会当中的 初期的反应 是非常负面的 因此 谈到神学处境化 处境化神学的时候 基本上福音派神学 在80年代的时候的反应 都是一概拒绝的 这是自由派的 这些新派的神学家 所搞的东西 我们才不理这一套 我们最多是谈到 本色化或本土化的问题 但是到了80年代的 后期 90年代 几乎所有福音派的神学家 教会的领袖们 都注意到 也都认同说 其实处境化这个名词 不需要排斥 只是手段跟做法上 我们可能有区别 所以因此我们就来谈一下 到底所谓的神学处境化 或者福音处境化 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你用的方法是什么 这的确是 好像不同的派别 可能用法是非常不同的 像譬如说 传统的古典的 自由派的神学思想家 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 所谓新正统派的神学家 以及所谓福音派的 可能在观念上 做法上 有非常大的差别 所以 等一下我会分析 这三派的 基本上的观念 差别是在哪里 但是 宗教信仰 需要处境化 福音需要处境化 这个前提 基本上是不应该拒绝的 也不可能拒绝的 那剩下只是 对这个事情的意义 以及作法上的差别了 第一 我们说一下 传统的自由派 传统自由派就是说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 这种自由派的神学思想家 他们怎么看 神学处境化的问题 这一派的自由派的神学家 他们的共同的特色 第一个 他们否定圣经权威性的 他们的自由派 又被称为新派 又被称为不信派 什么叫不信派 他们不相信所有的神迹 自由派的神迹 不相信神迹 不相信耶稣是 从真理玛利亚所生的 不相信有什么 将来的 主再来的事情 将来的所有天国 这一切 好像是我们基督徒认为 核心的思想 几乎都被否定光了 那么 他们既然否定 圣经的权威性 那圣经到底是什么 他们认为圣经 无非是人所写的 他们自己对于神的领悟 或了解的东西 既然是人写的 也就是有错误的 所以自由派神迹家 从来不相信 圣经无误的观念的 他们认为圣经 当然有错误 既然是人写的 然后是写 有关于神的话而已 是他有关于神的话 而不是真正 就是神的启示 所以他们否定 有神的启示 否定圣经的权威性 那么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谓的 基督教信仰的 处境化到底是什么呢 他就说 好了 基督教信仰如果到了泰国 是一个佛教的国家 你怎么去处境化呢 他就认为 佛教既然在泰国 有这样一个地位 几乎全国就是佛教 是他的国教 那因此 基督教在那边 强调的是什么 是宗教的对话而已 彼此的谅解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然后我尊重你 你也尊重我 所以在自由派的 神学家里面呢 基本上 他们拒绝 向一个异教徒传福音 他觉得没有必要 向他传福音 不一定要说服 他去信我的教 我顶多跟他做见证 我不必放弃 我的宗教信仰 但我只是让你看见 我作为基督徒 我为人处事是这样 那希望你能够欣赏 希望你能够接受 然后认同尊重 那你要不要信我的 那没有关系 你可以不信 没有关系 那我也不要你这个佛教徒 信我的基督教 这是自由派的 采取的观点 那因此处境化的话呢 他就等于入境随俗 入境随俗到什么地步呢 你既然是个佛教的国家 我就尊重你的佛教 所以让你的佛教 继续在这里发展 让佛教徒继续信他的佛教 只是盼望 我这个基督徒做的见证呢 好像他们眼睛可以开一点 能够对我不至于那么有敌意 然后呢 能够有点宽容的心 可以接纳我 但我不要求你信我的 那这是一个自由派神学家 对处境化的观念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当然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就是说这种的自由派神学家的 处境化的结果 容易造成什么结果呢 就是宗教的我们叫做一种中色化 中色化就是说 好像一个混杂型的 英文叫做syncrotism syncrotism就是说 它把它混在一起 然后分不清楚什么是什么了 那么自由派这种观念 因为它既然是尊重 既然是对话 那想像说 你那边也有一些真理 我这边也有一些真理 我尊重你 你也尊重我 那到底什么是真理呢 就不再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有关于真理的问题了 然后很可能呢 就是你参议点 我参议点 所以把很多东西混在一起 变成一种新兴的宗教 或者说混在一起 当成这都是所谓真正的宗教 这是传统自由派 对于福音处境化 或者神学处境化的 基本的立场 基本的做法 那当然对福音派而言 这是不能被接受的 因为福音派 第一个强调 圣经是神的启示 有绝对的权威性的 所以这点就基本的立场就不同了 所以在福音派认为 福音的处境化 不是要让他掺水 不是要让他好像跟别的 跟他产生一个混杂 相反的 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 分别为圣 不过自由派的观念 大概是如此 但是反过来说 今天在 即使是西方的世界来讲 传统自由派的神学家 就不多了 在基督教圈子里的 自由派人不多了 因此持走这样的观念的人 也不是太多 那么在主流派的教会 所以主流派教会 在美国来讲 就是指的 像传统比较大的 像长老会 还有巡礼会 或者叫卫理工会 然后很可能是 联合基督教会 好几个所谓的大票派 还包括信仪会 这些主流派的教会 今天一部分 是传统的自由派 但是更多是属于 另外一种 叫做新正统派 新正统派 这个新这个字 用得很巧妙的 它不是真正的正统派 它叫做新的正统派 它跟正统派有点接近 但又不完全认同 所以它是介乎于 所谓的自由派 跟福音派中间的一个东西 那么新正统派 当中最有名的 一个领袖人物 已经过世了 那就是巴特 卡巴 那个巴特是一个 瑞士的一个神学家 那么他的观念里面呢 基本上 他反对自由派 这种对圣经的立场 那么他非常尊重圣经 他也强调 从圣经做基础 来发展 一个所有的福音的信息 但是 你追根究底 要问巴特 或者其他的新正统派 神学家 他完全接受 圣经的绝对权威性吗 他完全接受 圣经就是 神的启示吗 那如果你要 一赶着问到底的话呢 打破砂钩问到底的话呢 那好了 他的答案是会说 不 他们认为 圣经里面包含了 包括神的话 但不是整本圣经的 每一句话 每一页 都是神的启示 都是神的话 里面有神的话 也有人的话 那当然好了 那如果圣经 有人的话 也有神的话 那哪些是神的话 哪些是人的话呢 那这就 说不清楚了 然后每个人说法 可以不一样 不过基本上 他们共同一致的 就是认为 圣经不等于 神的话 真正只是 包含了神的话 那自由派呢 是完全 圣经里面 没有一点点 是神的话 都是人的话 福音派是认为什么呢 整本圣经 都是神的启示 没有人的话 是人 在圣灵感动上 写出来 所以里面 所讲出来的内容 是神的话 是圣灵保证 那新圣统派 就介乎两个之间 就说这个圣经里面 有一些 真的是神的话 有一些有人的话 那如果是人的话呢 他当然不会没有错误 人的话呢 参考参考 你也可以不做考虑的 神的话 却是必须接受的 只是在 神的话与人的话之间 如何区分 那么新圣统派 就没有一致的观点了 甚至是非常暧昧的表达 那甚至用一种 间接的方法 来说 哎呀 你何必在乎 这个话 是神的话 或者人的话 你只要在乎的是 这个话对你 对我的意义是如何 因为新圣统派 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 所以他们强调 好像佛教 今天最流行的口号 就是活在当下 你不要把问题想太远 想到这个所谓 终极关怀太那么远去 你不如想到现在 这一段圣经 对你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它远比 这个神迹 是不是在 两千年前的历史过程中 真正出现过 所以因此 你跟一个新圣统派的神学家 或者基督徒 讨论这种问题 神迹的问题的话 他通常不给你 一个白纸黑字的答案 自由派的神学家 会告诉你 肯定是错的 因为他不合乎科学 所以神迹是不可能的 那么福音派呢 当然是可能 这神的话 实际上写了 就有就是有 神迹就是神迹 过红海 就是过红海 过约旦河 就是过约旦河 同真理 玛利亚生耶稣 就是同真理 生玛利亚生耶稣 那新圣统派呢 就说别吵架 你也别说 摩西过红海 是真的过了红海 你也别说他过了 你也别说他不过 重要的是 过红海对你 对我的意义是如何呢 他真的过了红海 对你又怎么样呢 他是不是带领你 经过人生的大风大浪呢 他是不是带领你 经过你的红海呢 如果是的 这就是自然圣经的 主要的目的了 所以新圣统派呢 避开这种对立的问题 有神迹吗 有超自然的现象吗 他只是说 现今的意义是如何 那也因为他强调 现今的意义 很自然而然的 新圣统派处理 这个处境化问题的时候呢 他就强调现今的问题 那现今的问题 无非政治的 经济的 社会的 那总括来讲 你都可以叫做政治的 所以呢 在政治层面的回应 政治层面的参与 就成为新正统派的神学家 在处理处境化神学的时候 列为第一优先的 换句话说 你谈到个人灵魂的拯救 他应该觉得是太遥远的事情了 因为将来你得救 进天国得永生 那是太遥远的事情 不如谈到现在吧 你的得救对现今的 社会政治经济情况 有任何的影响吗 福音如果要处境化 你必须现在 让我看见 他对政治的 对经济的 对社会的问题 提出什么答案 也就因为这样的缘故 新正统派是那么样的 看重现在 所以新正统派的 这个处境化神学的 处理方式 往往带入 某一些是比较极端的 不一定都是极端的 但某一些比较极端的 像解放神学 解放神学 在拉丁美洲发展的时候 基本上在天主教国家里面 那么当地群护悬殊 是某种非常偏激的 资本主义的社会 那么社会的不公平 腐败性非常普遍 所以因此在拉丁美洲的神父 很多都接受马克思主义 所以对他们而言 曾经有一些神父 参加游击队 做游击队领袖 在南美洲 很多国家都是如此的 那林加拉瓜是 其中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 那这些神父们 他有一个神父 在瓜提马拉 他后来向政府军投诚了 等等 他自己写一个字白的时候 我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 不是读神学 读化工博士的时候 读过他的文章 他写的东西 他这样说的 我们那一批在天主教修道院 读神学的人 我们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远比读圣经多得多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天主教神父 所以难怪这些天主教神父 成为游击队的领袖 很多的 人家拉瓜商定政权 这是当时的一个共产党的政权 成立的时候 外交部部长就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他当然是游击队的领袖之一 他拿枪杆子打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他会采取这个呢 所以他解放神学就是说 他对社会的分析 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 那么圣经做什么用 他说圣经上所看见的 就是耶稣是站在穷人这边 所以我也站在穷人这边 那天国呢 主再来呢 那太遥远了 所以不谈那个 我谈地上的乐园 地上的天国 这是他们的一个做法 那除了解放神学 最激进的以外 当然还有些女性神学 黑色神学 然后这个韩国的叫民众神学 菲律宾的水牛神学 台湾的乡土神学 这些都是在回应当地的 某一个政治的 社会的经济问题 弹出一个神学思想 那么 优点是在于他们对于当地的现象 有回应 缺点就在于 这种的回应 是不是好像以偏概全呢 是不是见小不见大呢 所以这个回应社会的状况的时候 是不是取得群众一致的认同呢 还是说这种的神学思想 这种的应用会造成教会内部 甚至是在一般的群众当中 对立的思想 等等这些事情 当然谈到解放神学 很有趣的就是说 当1989年 这个柏林围墙倒塌 整个欧洲 东欧的共产国家 包括苏联 全部共产政权 全部垮台以后 解放神学 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市场了 本来他们略为典范的 所谓共产主义的国家 现在统统崩溃 所以谁还相信共产主义 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呢 那马克思主义不相信的话 那解放神学的一个支柱就没有了 所以今天解放神学 几乎快要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讽刺的现象 但这是新正统派 看处境化神学的一个方法手段 好 最后我们谈到正统派 或者说福音派 我们怎么看处境化神学呢 正统派 福音派的人 当然正如刚强奈所分析 所表达的一个不同 就在于福音派的人 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所以圣经整个是有 绝对的权威性的 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 整个的福音的信仰 最重要的部分 不是单单现在 更重要的是将来 那当然这话说得很清楚 我们常调永生 强调将来的天国 主的再来 并不等同于否定今天 或者说完全不看 今天社会上的问题 但是在现在跟未来之间 我们同时要兼顾到 这个一个实际上叫做什么呢 已经完成 但尚未完全实现的意思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已经在天国里 我们已经拥有永生 但是我尚未享受到 所有永生里面的恩典和福分 我们在这一个张力之下 所以我不能够让眼睛 只看到现在我拥有的 或希望拥有的 而忽略到在将来永恒里 那在天上神要给我的 这是福音派的一个观念 所以呢 主进化的目的在哪里 主进化的目的 在福音派的观念 最主要的是 把神的话 福音信息能够准确的 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中 不但表达出去 而且能够回应当地文化 当地社会问题的各种的现象 那换句话说 在美国的主进化神学 从福音派观念来讲 我们是必须在美国 面对种族问题 黑白的纠纷问题 我们必须回应 这个经济不平等问题 我们必须面对失业问题 面对所谓的社会道德的问题 等等 这是一个福音处境化 在美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说 透过我们的努力 可以建立一个地上的伊甸园 地上的伊甸园可以建立起来 没有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说法 那么我们要把福音信息 准确的用 准确的文化的方式来表达 但是也同样要反映出 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些现象 那因此在正统派来讲 是更回到说 整个传福音的过程中 要准确的 而且深入的 全面的教导圣经的真理 新正统派 他们圣经成为一个辅助性的工具 那更常被提到 引用到的是马克思主义 所以在解放神学的里面 你可以说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重要性 跟应用面 是比圣经还大的 圣经变成配角 马克思主义变成主角 这是解放神学的一个做法 那福音派的信仰不是如此 圣经是一切的核心 所以强调用圣经的 准确的 全面性的教导 而不是用其他的工具 来代替这个东西 然后用这个 来传递一个福音的信仰 但是 这个福音派的神学家 跟宣教士 也注意到 我们过去的一个缺点 就是说 我们过去 可能太过于 把福音 跟社会的改革的问题分开了 在我们谈到宣教历史 曾经提过说 基要派 跟社会福音派之间的对立 以至于 所谓战争基要派的人呢 就完全把社会责任 丢到一边去了 完全不回应到 社会上所有种种的问题和现象 这是我们的错误 我们必须面对过去的错误 重新开始 那因此 我们必须 对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 各种问题的处境 我们必须回应说 圣经的真理 对我们今天的社会 说什么 好像我们今天 在台湾的基督徒来说 我要问的问题是 福音的信仰 对我们在这里的话 在台湾的社会当中 有统派独派的纷争的问题 政治的斗争的问题 然后经济现象衰退的问题 我们的福音信仰 教导我们什么 我们怎么样 按照圣经的原则 作为一个企业家 我怎么来处理经济问题 处理劳资问题 我作为一个政治家 我应该怎么处理 这个党派之间的问题 如果是一个工程师 我如何发展一个科学 一种科学的技术 是对于整个生态环境 不会有迫害的 那这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 这个是福音信仰 在我的处境中的回应 但是我不需要 在我的福音信仰当中 有任何的餐水 我不需要扭曲它 我不需要改变它 相反而我是更坚持 要去教导圣经的 全面性的真理 我只是注意到 它在我的处境中 应该有的反应 应该有的表达 那当中我也没有忽略到 在我的文化中 如何能够找到 一个适当的表达方式 把福音的信仰 准确地介绍 给我们的同胞 给我们中国人 然后让他们能够 正确地去理解福音是什么 然后愿意敞开心灵 去接受这个福音信仰 这是福音派的人 对于处境化神学的 一个观点 那也因此 福音派现在能够接受 这个看法 就是说 我们需要发展 处境化的神学 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中 我们都应该一起努力 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 我们不需要像自由派一样 放弃了圣经的 权威性的观点 我们也不需要像 新正统派 特别是解放神学一样 好像用马克思主义 来取代了圣经 作为剖析 这个社会问题 提供答案的 一个主要工具 所以这个是福音派 今天对于 处境化神学的一个观点 所以 这个问题 是一个热门的问题 也是基督徒 不可逃避的问题 那盼望我们能够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赏 再会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 就是我们 我们 我们 一条心 靠的道路 因为 学会 比处 与西安 耶和华的 言语 比处 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 言语 比处 耶路撒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